大家好,首先听我读出显现后第三主日的竹文 求主施恩,叫我们立即回应救主耶稣基督的呼召 去向万民传扬他拯救的福音 使我们和全世界都能看出他奇妙事工的荣光 圣子获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 唯一上帝,永无穷尽,阿门 今个主日的福音经课是记载在马可福音 第一章十四至二十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至二十节 经文说 若汉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 说一期满了,上帝的过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杀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望,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奉圣赴圣之圣灵的名阿门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崇拜上帝的 今天是显现后第三主日 也是我们的传堂教友大会 这个主日的经货都很应景 刚才读到的福音经书是取自马赫福音第一章 福音书的作者毫不含糊地指出 耶稣基督的传道工作就是要叫人知道 上帝的国近了,天国近了 这个就是他的信息 整整三年多的里面 他说的就是天国近了 何谓天国近了呢 我们大概都听到很多了 一听到说,一想到天国呢 我们就不免联想到天国那里呢 是满街都是黄金 还有很多天事的 但是耶稣所说的是不同的一个观念 他所指的是一个改变你和我的文化 一个使我们对他人和自己的认知 有所改变的文化 大家要知道 耶稣当时的对象 是生活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罗马人的文化呢 可以说是霸权统治 是一种你争我夺的心态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种呢 人人活着都是要去争权夺利 不可以被人骑过头的 耶稣所宣扬的是天上的国度 不是罗马的国度 是一个不同的一种文化 天国是基于上帝对现实的见解 天国的国法就是我们熟悉的大界命 遥说他人是一个分灵 爱护他人是天国的法例 在今天经课那里 我们读到耶稣的路上 遇到两个打鱼的人 鱼夫 就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我们看到这件经文呢 很容易就会想到说 要带多些人到教会啊 耶稣所指的其实 是比这个想法更深 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罗马政权统治之下 天下万物都是属于罗马的 包括海中的雨 因此呢 当你捉到雨的时候 你就要立岁给罗马 当你将捉到的雨 卖雨的时候 你又要立岁给罗马 因为水中的雨都是罗马的嘛 当耶稣说得人如得如 他是说 要他们到另外一种水中去打雨 不是属于霸权的 他要他们将人带到 另外一个的文化 一个属上帝的文化之中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四个门徒 耶稣都呼召了其他的门徒 他所呼召的都是一些 不是很尋常的人物 例如马太就有一名瑞利 瑞利是从犹太人那里拿钱的 所以不怪人人都讨厌瑞利 我要跟大家思想一下 当这帮门徒答应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已经马上完全的明白到 所谓天国之道呢 什么叫遥说他人 什么爱人如己呢 我就认为他们绝对不是 他们答应跟从耶稣 是说他们愿意一生都去学习 去改变他们的思想 去学习这个天国之道 为什么耶稣会呼召这些 这么不尋常的人呢 为什么耶稣会呼召不尋常的你和我呢 因为上帝不是当我们是打鱼的 不是当我们是做瑞利的 而是上帝的子民 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他的子民 其实我们就已经是属于天国的了 但是毕竟仍然在学习过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每每都仍然是 带有罗马政权那种的霸权心态的世界观 我们仍然会在想 如果你拥有靓车 住靓屋 穿靓衣 如果你有名望 你就是有价值的了 上帝国道 他是因为你一向都是有价值的了 甚至在那些一切未有之前 你都是已经有价值的了 有一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传说 讲到有一名祖父 讲到有一位祖父 有一个祖父 就跟一位祖父母在那里聊天 那位祖父就提出说 那个华父就指出说 我们的内心里面 有两只狼在那里打生打死 要打低对方 然后再去操纵我们的内心 第一只狼是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愤怒的 一切都是格杀默论 没人情讲的 另一只狼是充满了慈爱 遥书和仁慈的 这两只内心的狼 争了一世 那孙子就问了阿爷 那谁打赢啊 那爷就答他 打赢的那只就是我喂养的那只 我喂他那只就打赢 学会喂哪只狼 是一生人的功课 当我们依靠上帝 但是我们依靠上帝的大爱 我们学会去信赖 我们学会去喂养那些属上帝的部份 是爱的部份 为此 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 阿们